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足球反正买 别墅高大海 买买买 你看你这个方案做的 后天客户就来了 你这个方案做的 明显就是赔钱的 靠不靠大海我不知道 你的戏背方 肯定是要靠一点 就刚刚我跟你说 你这个方案非常简单 我们不是有一批 要过期的原材料吗 那些价格便宜 自然就是钱 过期的 那不容易出伤吗 不会的 使我这些东西 过去个一年半载 吃不坏人 对方也是老的 不懂 这是我入行多年的经验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你 等到时候出事了 大饼就开除你们 整个公司 我就再也没有竞争对手了 您这是怎么了 因为秀刚和贝贝把家要过期的食材推给了客户 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声誉 这真是太过分了 是的 你这样就应该被公司开除掉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在工作文件上画猪 我的小祖宗 小祖宗 知道了爷爷 爷爷 你就别乱叫了 什么情况这是 这不想着公司最近不景气吗 就我爸给公司点活路吗 你给我点活路 我真是谢谢你了 那你这方案 就是那天 你要是真按照他说的钱 不光公司要赔钱 你也要出事了 你天天看欧洲贝 还没理解欧洲贝的足球精神吗 退役的塞罗 鲁巴沛 还有 我明白了 我弄虚作假 踏踏实实 淫难而丧 事情就是这样 好啊小美 居然欺负同事 弄虚作假 派你去非洲分部喂狮子吗 至于你秀刚 你守住了底线 你想要什么 公司奖励给你 我想问贝贝 你觉得欧洲贝的精神是什么 我哪知道 那么晚早睡觉了